美国人欢度感恩节传统大餐都是吃火鸡的 纽约市议员顾雅明 联合社区热情人士提供了150只火鸡 给社区的老人中心教会以及非营利机构过节 另外他还加码购买了20份的火鸡套餐 赠送给Flauchin圣佐治教堂 希望感恩节的传统跟祝福 能够照顾到更多需要的民众 这个火鸡节的火东西 一方面是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感谢我们自己 身体要好 也要感谢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家人 我们无上服务 无上帮忙 我们也不要忘记 我们社区人还有一些人很需要别人帮忙 所以我们送这些火鸡给他 他人会很开心 所以我在这里赋予大家 如果你们有这个能力 每人做这个事情就蛮好的 好 看到桌子上头摆满了传统的火鸡大餐 顾雅明入境随俗 从担任市议员以来 他每年都跟华商会以及商家合作 联合送火鸡 传播华人的爱心 同时他也感谢商家的响应跟支持 参与的华商会总干事杜比德 就表示这个活动深具意义 可以让社区各族裔民众更团结 也更加的融洽了 谢谢大家